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老话说的好啊,要想富,先修路,少生载来多种树。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语,可以说是八九十年代流传最广的一句精神之助, 也奠定了中国基建狂魔的大名。 当时各个地区为了招商引资,都大修特修, 本身说的挺好,是为了方便各类货物的运输。 交通倒是改善了不少,而这些喊着修路的人腰包也没少股。 中央拨了款,到地方这儿分给有关系的亲戚朋友,一个单子就够吃一辈子。 动辄百亿的修路基金,合一公里一个亿,就是金子都能给你铺平了。 哎,人家偏不,能放进去个零头就算是有良心,所以天天出各种事儿。 不是路面坑坑洼洼,就是架在天上的高架桥侧翻,引起悲剧无数。 你还别指责,要问,人家就说高速是民生工程,施工,养护单位,不仅压力大,而且很辛苦。 最可气的是,没事儿他们还总站出来哭穷,说钱不够,亏本经营,哎,这可奇了怪了。 相信在中国跑过高速的人,都对一会儿一个收费站记忆犹新,几百公里路,几百大洋就出去了。 你要是开着货车,得,那还得管你多要点,算作道路养护。 就拿北京的首都机场高速来说,九几年建的时候投资了11.65亿,三年就回了本。 结果1997年重新批准再收费30年,关键这钱都不知道给谁了,因为人家不划入中央的国库。 除了这几年应政府宣传,节假日给来了几天全国高速不许收费,平时360天可以说是全年无休。 就这个还亏本,你这话说的有良心没有。 觉得老百姓不买账,所以各地修高速的公司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这个观点的真实性。 弄了很多手底下人出来献身说法,说呀你们外行不懂,我们这修路是贷的款, 施工是赦的账,这钱都得还。 还有那些养路的工人,收费的员工,这一张张都是指着吃饭的口。 不收费那哪行啊,就更别提有闲钱出了贪污了。 嗯,不是你们高速公路负责人贪了2000万,积极退赃8000万争取宽大处理的时候。 别看人家知法犯法,但是给老百姓变相普法的脚步不能停。 天天还科普说,这个高速不能收费了以后,这些支出和成本还在这儿。 要是想接着用,就得全员涨税,把这个钱平摊到每个人头上,一年近2000块,你看你愿不愿意出。 而且你想啊,这过节免费三天,高速就成了停车场。 这要是天天免费,那就别叫高速了,改停车瓶了。 你还别说,这个说法还有一大批忠实的听众。 这不,人家就趁热打铁,直接推动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改革。 原来高速收多少年费,都有一个限定,现在可好,规定一般不超过30年。 但是钱没还上的,可以酌情延期,直到还清。 好,你说这些修高速的公司,一个个不接受审计,账目也不公开,更不让监督。 一路收下去,那不就成聚宝盆了。 更何况这些公司还不是真的不赚钱,比如山东高速,一年净利润十几个亿, 但是一接受采访,就拿几个赔本的路段出来哭穷。 原来以为啊,这种不要费死的操作已经登峰早急了,没想到还是太年轻了朋友, 一亿一公里的造价在中国的基建市场里还不是最高的。 这两天突然了解到,原来地铁才是人中龙凤,他每公里的价格高达几亿,居然比高铁还要凶。 最关键是,这种打家劫道的生意还能亏本,合法垄断,他居然赔到裤衩都不剩, 也站出来哭穷。这真是年关底下日子不好过,需要党的关怀照拂一下这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啊。 怎么回事呢?最近一篇文章风靡全网,叫中国地铁普遍亏损, 北京客流量全球第一,一年却损失73个亿。 好家伙,没想到啊,原来每天挤的跟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北京地铁,居然是个慈善机构。 哎,为什么会亏损呢?人家的理由也跟高速差不多。 先是贷款修铁路,这是一个大头,因为地铁这玩意在地下,你得打洞,设计到线路管道的,你还得绕开进行。 修隧道的钢筋啊钢轨啊,都是各地分开采购的,一下子就让价格产生了差异。 而地势复杂的,像武汉地铁,因为穿过了长江,那造价更是创了新高,达到了十几亿公里的新高度。 关键,地铁几步一停,你得有站啊,那瓷砖打理石,炸鸡都不能少,里头鞋管安检卖票也得给配齐了,一个人就领走大几千元。 而且车厢你得养护吧,设备你得更新吧,这都是钱。 这听着倒是挺有道理,感觉支出确实也不少,但是那也不至于到赔本的程度吧。 就拿北京来说,平均每天客流量有1148万人,一年运送旅客200亿人次, 这地铁票最便宜的三块,去机场最贵的得35元。 就按最低的算,也能挣600亿,怎么你们爆出来的只有十来亿,中间这些水分是去了哪儿? 就这还没算你们在车厢里放的广告,路过隧道里那些灯箱,这不都是挣钱的招儿吗? 哎,只要你想深究,人家就会伸出社会主义的大手,轻轻一摆,说有些事儿不能只看数字,也得看民心和成就。 账面上是亏了70多亿,但是让老百姓生活方便起来,这就是大国风范, 你再追究就是格局小了,要不要找人给你通一通。 而且啊,不光是北京,成都、南京这些上班族多,线路繁忙的城市,有一个算一个的,都入不敷出。 之前啊,各地政府指着地铁通了之后,带动周边的地价上涨,因为打工人最在乎的就是通勤。 可是现在眼瞅着卖地的收入没有了,也怪不得得出来哭穷,希望拿点回头钱来补哭了。 中央的就别想了,只能看到地铁涨价风波的来临,毕竟最手无腹肌之力的就是老百姓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那高速公路收费吗,也连年亏损吗? 而北京等多地,突然哭穷,说地铁赔钱,又酝酿着什么大招呢? 欢迎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